美军计划与印军在中印边境展开联合军演 但残忍的美军部队却是中国军队的手下败将 美专家担心威慑不成反被嘲笑 来看详细情况 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美专家拉尔森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文称 印度和美国正在针对中国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美国和印度精锐部队将在中印边境附近进行大规模军演行动 美国特地打算派遣第十一空降师第二步兵旅集战斗队 不远万里前来印度参加军演 这个第十一空降师第二步兵旅集战斗队的前身 就是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部队 最近刚刚改编成第十一空降师的部队 预计十月份美印部队将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军演 美军特地阴阳怪气地强调称 演习是与合作伙伴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 而不是与某个特定国家有关 美专家则是直言不讳地表示 此次军演是对于中国的震慑行动 印度和美国正在准备高海拔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 虎哥认为美军印军此举针对谁 实际上是不言自明的 美专家奥斯丁则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 在台湾问题升温的情况下 在中印边境挑事无异于会刺激中国大陆 而且美军计划往印度派遣的部队 实际上在多年前就被中国军队痛揍过 到时候美印军演威慑不成 可能反被嘲笑 虎哥认为 美专家说的美军部队被中国军队狠揍一事 应该指代的是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创下美军成剑职投降记录最多的一次 恰恰就是这个美军参演部队的前身 第25步兵师 第25步兵师算是美国的老牌部队了 现在隶属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第八集团军 第25步兵师成立于1940年 先后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等 是美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该师的格言士准备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刻进行打击 但是该师在朝鲜战争的表现 和其格言截然相反 被装备落后的志愿军部队 打得屁滚尿流 朝鲜战争爆发时 25步兵师下辖24 27 35步兵团 其中第24步兵团在20世纪初 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可谓是臭名昭著 该师在威廉·基恩少将的率领下 于朝鲜战争初期进入韩国釜山地区住房 没有赶上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 不过第二次战役中 25步兵师马上尝到了甜头 被志愿军王牌部队38 39军轮番血虐 丢盔弃甲连连后撤 25步兵师24团下辖的一个工兵连C连 在志愿军的攻势下被逼入绝境 后续该黑人连又因为反对白人长官的送死命令 C连余下115人全部向志愿军乘建制投降 美军乘建制投降的例子历史少见 因此C连投降的举动让25师丢尽了脸面 也让美军师长基恩少将非常愤怒 而在后续的作战中 25步兵师面对志愿军打击连续败退 24团伊营被志愿军火力压制地抬不起头 军心涣散之下 伊营全面陷入五组织溃退 并且连带24团的许多士兵丢弃武器撤离 基恩少将文迅爆跳如雷 他对24团的信心一落千丈 气得让美军高层直接把24团翻号撤编了 后续基恩少将因为其指挥25师糟糕的表现 还是让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威上将给撤了职 另外还得说起印军 印军在历史上与我军交手的战绩 那大家都知道 那是无一胜计 打一场败一场 输得连老底都赔进去了 号称全印军最精锐的印度陆军旅被我军消灭 旅长达尔维被我军直接活捉 在解放军面前 那是比美军还要没面子 虎哥认为 美军25步兵师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就让志愿军把该部队的军魂打没了 现在的25步兵师 作为美国10个常备步兵师中 是装备最差 兵力最少 战力最弱的师级部队 战力一落千丈 美军不得不把这支部队边缘化 现在25师的前部队要跑到中印边境 和印军联合震慑解放军 完全就是笑话 区区手下败将何谈挑衅威慑 面对刚刚建国时 武器装备落后的志愿军 都能让打得丢亏弃甲 现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 合成旅重装部队 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再算上印军 刚好就是两个手下败将一起上窜下跳 费力表演 美专家担心被解放军看笑话 那还真是有道理的